拉進來 不過我們上禮拜是分兩年 其實我們現在是把它全部放在一起 那全部放在一起的話 那一個號碼 然後拿一個機率 那不用合計就是一個排名 所以我大概可能會需要 假設這四個欄位的資料 然後可以把它放到那個我們剛剛下載的東西 然後讓它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新的工作表 然後也許上面欄名稱把它貼上 那這邊的話機率部分 那也許那這部分你可以 稍微就可以 號碼是1到49號 也許這邊 1到49 然後如果要統計的話 機率部分的話當然我們前面講過了 那你可以先把前面這個部分的 範圍 也許就是什麼 叫做 開獎之前是叫開獎 101嘛這個叫開獎大樂透好了 大樂 TOW OK 開獎 開獎 OK 反正這名稱的話自己取 然後呢 這個名稱就指這個範圍 我前面講過了 向右向下就好了 然後機率的話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統計裡面的那個什麼 conif 所以如果要統計的話 其實很快就可以算出來 那RANGE的話就F3 把開獎 兩個 然後 CITERA是前面這個 然後 按確定之後再除以什麼 除以總共開獎次數啦 所以其實可以把這個 公式拿來改比較快 把conif改成 conc 然後後面這個參數不需要 這樣的話 打勾 OK 然後呢一樣 按右鍵 格式的話呢 你要萬分是多少 你可以直接 自訂一下 然後就是 3 4 5 大概5個吧 然後斜線 後面是萬 萬分是多少 這邊按確定 向下填滿 馬上排 排名的話呢 就用什麼 這個 這個 RANK 所以統計裡面的RANK 然後RANK 裡面的話呢 RANKEQ這個 那它的機率 它跟這個範圍 CATCHEW的向下 這個範圍呢 記得要鎖起來 F4 按兩下 按確定 然後向下填滿 OK那就統計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出現的機率 那後面當然我們還有啦 利用什麼的 設定格式化條件 可以把那個前七名的 甚至你也可以把上個禮拜的程式 前七名按一下 自動幫你把號碼搬到這邊來列出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快速的 下課前 應該彩券還沒有關的話 你可以 那其他當然你還可以利用什麼呢 除了說那個 這個大樂透之外 其實你可以看到樂透雲裡面呢 它還搜羅了像什麼呢 威力彩 有沒有 像 金彩539 還有這麼多啦 其他其實 說真的我彩券是沒買過啦 不過這些規則大概都差不多嘛 反正不外乎就是幾個號碼 然後呢開幾個 你中幾個 他就可以 投獎 然後一獎二獎 等等啦 反正就大概這規則 所以如果你想要 利用其他的號碼 也可以練習的話 我想大概邏輯都差不多 你會發現這個更多 哇 107 有沒有 有沒有所以 基本上邏輯都一樣嘛 你點擊他一定是 Index page 等於1 然後 Orderby的話呢 其實是排序啦 從 新的到舊的 或者舊的到新的 那如果不改這個的話 就是從新的到舊的 排序也許 反正抓下來之後 你可以用Excel 部分 去做排序 所以 後面衍生的部分呢 我們是利用那個樂透彩 這部分 去做一個修改 那馬上可以做出 其他的東西 至於其他的統計資料啦 你可以自己再延伸去 做你想做的 那 另外的話 就有同學說 老師你剛剛下載的時候 是 全部50個page 下載到 一個工作表 後台同學就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因為我工作需要 我不是全部放一起 我希望 一個page 放一個工作表 一個page 放一個工作表 那也就是說呢 我需要50個 50個工作表 放那50個page的資料 那這個時候的話要怎麼做 不過呢 這個地方可能你就要多學習 如果你要做出這樣的效果 你要先學會什麼 一 如何利用 不是點擊它喔 不是清真工作表 是我們用 物件的方法 VBA的物件 去自動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把它的名稱 重新命名 比如說第一個是1啦 然後 再把資料怎麼樣 再把剛剛大樂透的那個 程式 下載 就不用改 index page 一樣要改index page 可是不用改那個range Range A1嘛 我們本來是1 然後相對來追蹤 那個不用一直都是A1 差別只是說呢 我們需要 學會 那個第一個是 蓄積物件 工作表物件 那工作表物件呢 第一個 如何新增工作表 第二個 如何新增完之後 重新命名 再把後面東西倒過來 其他的都一樣 OK 但是如果你新增50個 可能你還要學會 如何把它刪掉 對不對 不然如果你又更新了 你又要 怎麼辦 手動刪嗎 最好是可以 一氣呵成 所以 這個地方後面可能 需要多學習 所謂的 跨工作表 OK 只要 一個就放一個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也許 先試著把剛剛的部分先做過 那待會我們來 講一下有關 如何你一個就新一個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樂透彩 也許做個複習吧 也許 類似像我這種方式吧 我是建議你可以 做一個自己的雲端筆記 那這個好處就是將來 因為我想你們將來一定還是需要 這些程式嘛 因為你可以一樣畫葫蘆 一樣畫葫蘆比你重新去想怎麼寫 一定來的簡單 所以有以後 比如說你要抓文物資料 你又把這些 以前的東西看過一遍 至少有個基礎了 不然的話 無中生有實在太困難 所以 盡量還是整理出自己一套 雲端的筆 然後儘量 除了善用在 電腦上面之外 也 儘量安裝 像那個手機的App 裡面有那個什麼 就Google的 Google Drive 雲端硬碟 在Apple的也有啦 在 那個 Google的手機都有 那你也可以試著 慢慢習慣這種方式 因為這種方式的好處 就是說 第一個 你這個 裡面的資料可以隨時去 做更新 第二個如果你將來要跟別人共用的話 這邊也有了所謂的什麼 共用嘛 對不對 那共用裡面當然你也可以 可以解 因為我這邊現在是 你們只能看 但是未來如果說你要能夠讓人家可以編輯 可以評論的話 這邊都可以去設定 然後呢 如果說你 其他人可以看 但某一個人可以編輯的話 那你可以把那個人的Email信箱加進來 可以給他什麼呢 編輯的權限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共同編輯 他也可以 來編輯你 這一個 資料裡面的東西 不過僅限於可能是共同 共同創作人之類的啦 那他的好處就是將來 如果他登錄了 他也會出現在這邊 然後 他寫什麼 你這邊會馬上看到 兩邊可以同步的 比如說你兩邊可以同時創作 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個還蠻好用的 而且這個不是只有侷限在 那個這個是 用文件 其實Excel裡面也是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分享一些 檔案給其他人的話 也可以利用雲端的方法 做共用 這個我想還是盡量 你可以多多去使用它啦 因為 這我覺得因為我使用它也蠻久了 可能也超過10年了 穩定性 還有 這個速度各方面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還蠻強烈推薦 各位可以慢慢的 升級到雲端上面 因為未來 工業4.0 或大處去分析 他基本上資料都還是在雲端為主 OK 不管是私有雲 這是工有雲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架 如果你要自己架雲端的話 也可以把資料放在自己的 雲端的伺服器裡面 老師在雲端的中間 會不會中毒 其實只要是程式都會中毒啦 不過 不過當然 前提是說你那個使用習慣不要不良 就是說 只要不要去任意開啟 那中毒 以前是 你自己電腦 才會中毒 可是如果你在雲端 除非他的 伺服器中毒 這個機率是微乎其微 這個機率可能比被雷打到還低吧 OK 而且 像你們的 硬碟 隨身硬碟 會有壞掉的可能 或者甚至呢 丟掉的可能 像硬碟壞掉什麼時候 不知道 因為他哪一天壞掉 像很多 遇過很多朋友 突然那個硬碟壞掉 資料就不見了 也讀不出來了 真的是 真的是很 很慘 但是如果你把資料 備份到雲端上面的話 我覺得反而安全 為什麼 因為 他這個機制是什麼 他是 在那個 Google的雲端 他伺服器呢 至少有 多少台 各位知道嗎 那個數量多到 你無法估算 超過 100萬台 的伺服器 那你的檔案放在那邊的話 他會 在不同的伺服器 互相備份 所以如果哪一天 突然有其中一台 伺服器 掛了 他會自動會在其他地方也把你的資料呢 再把它 恢復回來 所以 相對起來 我覺得好像甚至 比你自己的 電腦 或你的硬碟 還在保險 所以我現在的策略是什麼呢 我就兩邊都備份 而且我會把備份這一件事情 當成是非常重要 的一件事情 你千萬不要忽視備份喔 哪一天如果資料突然不見的話 你真的是會欲哭無淚 尤其是那種你的歷來的相片啊 可能有紀念價值的 突然不見了 天啊 這簡直是晴天霹雳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呢 隨時備份 那再不然的話 像Google裡面有一個什麼 Google裡面再怎麼樣 他會有一個Google的相片 那相片裡面還有兩種品質 一種是要錢的 一種是不要錢的 那你就用不要錢 那種 把他所有的照片 通通備份 到Google相片 再怎麼樣 你以後的硬碟壞掉 再怎麼樣還是有一份 不過那個不要錢的是說 他一個 他的 那個 相片的品質 只有300萬像素 那這個300萬像素 沖洗出來 是可以啦 沒有問題 但不能沖洗太大張 因為現在的那個解析度都至少是1000萬像素以上 所以如果你要 完整的 那個像素的話 那你要另外買 像我自己的雲端硬碟 我目前的那個 大小的話基本上 這邊我的 這個空間 是 我的方案是 1.0TB OK 不過目前都是免費的 完全沒有費用問題 因為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啦 就是因為 那個什麼呢 我使用那個Google的那個叫在地想導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他免費提供給我 而且最近那個在地想導 那個 他最近又給我一些什麼 勳章 因為他那個勳章 最近又 這個我覺得他玩了很多花樣 叫什麼 你的貢獻 那如果你們應該有玩這些東西吧 現在我的分數是 2萬多分了 然後我目前 以前的那個什麼 他好像有一些 就將關子 他好像給我勳章 手機裡面才看得到之類的 他有給我 幾個勳章嗎 三個勳章 這邊看不到 手機上可以看到 因為他最近又有一些新的花樣出現 雲端這東西的話 當然 我覺得 是好東西啦 不過前提是你要會用 因為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可能會遇到蠻多的問題 OK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再回到剛剛講的 盡量就是說 可以善用這些東西 那 剛剛提到就是說 幾個重點 1 1到49號 機率算出來 排名算出來 當然呢 這個前七名 我們可以用什麼 前面講過的 在這個還沒講 也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先把號碼先標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 我們上個禮拜 講的 哪一個呢 格式化的VBA 或者你用那個 我們的什麼呢 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也可以做出來 不過我們 假設這個程式 其實如果你有寫過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直接懂得複製吧 直接懂得怎麼樣 貼上吧 OK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前 前七名 前七名的號碼幫我格式化出來的話 當然你其實只要變更一下 一樣從第2列到最下面的列 如果哪一個呢 他這邊是1藍 是 小於等於7 那你需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就好了嗎 改應該會吧 那要把它改顏色的話改A藍 那應該 這樣改完就OK了 這個 OK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按F8 先確定一下 範圍對不對 範圍對 然後呢 第一個是不是小於等於7 第一個 小於等於4 OK 那會不會塗顏色呢 先變紅的 再變一個 底色 如果全部OK的話 全部執行 有沒有 所以我說啦 你要留下雲端的筆記 就這樣 以後 假設啦 這一段你寫過對不對 那以後剛好又用到 類似的功能 那你不就怎樣 複製貼上改一下 不是最快 所以以前同學說他學會 學到最多的就是複製貼上 我剛開始不太能理解 慢慢可以理解 原來 但是你要找得到啦 你不要說 東一點 西一點 最後沒有一個規則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組織一下 那第二個的話我希望把前期一名搬過來 不過我把前期一名搬過來 上禮拜才講過啦 但叫你現在把它寫出來 寫得出來嗎 看很簡單嘛 for I 等於2 到最下面一列 對不對 其實可以拿剛剛那個來改 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一樣嘛 如果他裡面的值 應該是 如果 這個裡面的值 小於等於7的話 那把它的A欄 搬到D欄裡面去 還記得 裡面 因為D欄會需要有哪一列 所以多個K嘛 對不對 OK 所以盡量啦 如果 那如果你一直想不出來 或者打不出來的話 很簡單 直接拿什麼 拿上禮拜這個來改 有沒有 指定聚集 然後把這個 把它直接 複製一下 其實複製貼上一定是最快的啦 對不對 你怎麼寫 都一定沒有複製貼上來的快 但是呢 你要 所以我發現你們 可能除了會複製貼上之外 還要知道改哪裡 改哪裡應該知道吧 K應該沒問題 第2列 然後呢 這邊的向下追蹤 小於這個一樣 C 所以只要改他的位置 然後call到哪裡呢 call到D 對不對 然後把A欄的東西 空到D 其他 沒有問題 直接執行看看 不對 沒跑 他在哪裡 K A2向下追蹤 把 A欄的東西 不確定的話 F8吧 第一個是 把什麼呢 把A欄的 A欄的資料 幫我call到 D2 OK OK call過來了 剛好 剛好為什麼 沒關係 反正全部執行 全部過來了 應該沒問題 所以 基本上 那 等於是上個禮拜東西 拿來這邊 也都可以用 所以馬上可以知道 大樂透 到歷年來呢 開獎次數最 就是機率最高的 就這個 這些號碼 OK 獎券行開到幾點 下課剛好就關了 沒有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也許 把這邊 甚至如果說我將來希望 像這邊好像少一些訊息 這個前幾名他的 他的那個什麼排名到底多少 所以如果我希望呢 旁邊還可以把他的排名也順便列出來的話 1號是7 2號是5 所以你要把 7 5 然後這個 1也搬過來的話 你可以 試一下 該知道 什麼 怎麼改吧 反正如果你要增加一個欄位 比如說 我除了要這些號碼之外 也順便希望把排名也順便幫我帶過來 其實這哪邊改一下 這邊改一下吧 增加一行就好了 OK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啦 待會也許再來看 如果要 跨工作表 的應用 那這個地方就會需要 再多學一個 所謂的工作表物件 蓄詞物件 可以蓄詞物件 然後蓄詞物件要怎麼去使用它 怎麼 第二房間 吙祝 糟糕